那么昨天看到犯下这个杀人案件 在捷运里面 多少人都受到了惊吓 即便是受过训练的消防队员 回忆起当下的画面还是心有余悸 当时休假的这位消防员 他是带着老婆小孩出门 结果刚好就碰上了 这一件砍人的意外 不过也凭着他平常累积的经验 临场应变判断 推开了北捷的安全门 才没有让更多的乘客受害 一直尖叫 然后脸上就是惊恐的表情这样 即使是受过训练的消防员 想起乘客的惊魂画面 还是心有余悸 28岁的李东汉服务于 新北消防板桥分队 21号晚上他和妻子 带着两个月大的儿子 出门打预防针 回家的时候搭上四网列车 当时李东汉一家 从捷运第五节车厢下车 一开门就看到乘客冲出月台 死散奔逃 激紧的他赶紧跑到月台底端 推开安全门 协助20名乘客赶快逃 因为我身上有装备 所以我身在 我觉得我的生命安全 是比较有保障的 但是在那个现场 我是变成一个受害者 不只保护自己蹊跷 更帮其他人逃命 李东汉在脸书上留言 还是不可置信 自己亲身经历这场惨剧 而且比平常执行勤务 还难以控制 守护寸铁 旁有蹊跷的休假消防员 凭着临场应变 成功挽救 乘客性命 记者杨中盛 罗里云新北市参谋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